好色的女人通常有这三个习惯性的动作 原本以为好色是男人的权利 但其实女人也一样好色 那女人她好色会有哪些行为呢 第一 不介意跟异性的亲密行为 我们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就算有对象了 有几个异性好友 那也是正常的 我们不能够因为谈恋爱 而控制自己的社交圈吧 但是有对象的人 要注意自己呢 跟异性亲密接触的行为 要正确区分男女朋友 跟普通朋友的区别 不分场合的 跟异性有暧昧的肢体接触 那是不对的 第二 有很多异性好友 我们都喜欢美好的事物 那像香花啦 美食啊 美人 但是在交友这件事呢 还是要区别对待 男朋友跟男性朋友 但好色的女人根本不会在意 她们喜欢呢 就跟异性打成一片 喜欢有很多男人围绕的自己转呢 她们觉得 这就是证明自己的魅力地方 第三 喜欢占异性的小便宜 为什么说好色的女人 喜欢占异性的便宜呢 其实她们啊 不是为了占一丢丢的小便宜 而是为了增加自己跟异性的接触 也是在异性面前呢 刷存在感的表现 当然了 如果有自己喜欢的异性 主动给自己送点小礼物了 那她们更是喜不自胜 也就是她们认为自己很抢手的表现 然后再试试一下